這一任的黨主席是到明年的十月 再一次提醒還有一年四個月的時間 明年這個時候再來討論都綽綽有餘 那現在去有些人透過媒體 或者是有一些媒體在造新聞 或者是有一些名嘴在無風起浪 這些都是製造當事者的困擾 尤其對韓院長 我們目前立法院有這麼多要辛苦的工作 我對韓院長來講也真的是造成他很大的困擾 那對我們的直轄市長不管是侯市長 不管盧市長或每一位現階段都在拼市政 那為什麼要製造這些謠言製造這些困擾 甚至很多人試圖造成國民黨內部的紛爭或對立 想一想這是誰在造謠聲勢 誰希望從中獲得最大的利益 那我們如果同樣的我們用這個對民進黨來講的話 民進黨一定也是鄭重否認 所以不是有人說嗎 過去馬王之爭現在就是賴科之爭 那賴科之爭是不是也民進黨要來解釋一下 這個都是無意義的事情